哇 哇 我要这个 给你看 谢谢 这什么 汉堡 嗯 汉堡啊 给你拿咖啡 好 谢谢 汉堡 没定你的 有 我都看到了 拿出去吃 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扭头就跑 报警 叫救命 叫谁 行了 行了 知道了 叫谁 你 坐下来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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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哎 这个人这么凶 你怎么还一直盯着他看 眼睛都不错看一下 你 你怎么又来了 因为你需要我啊 这个人有什么好的 你懂什么呀 他是能在赛场上 开锐的陆思诚 宣传着帅的门进娱乐圈 直播间里画手 偶尔对对粉丝 我五项 他没有缺点的 骄傲 自负 嘴贱 习惯性面摊 套路太多数不清楚 心情好的时候就捉弄队友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鬼剑冲 只要不比赛 就不洗脸不弯胡子 明明私服一大堆 渐渐都很贵 却偏偏爱穿小胖三十九块九 淘宝包裕的大衬衫 如果你还想听 我还可以继续说 我不听我不听 石胖 你是吃纸巾长大的吗 昨天在放礼包信的今天就没了 我怎么擦屁股啊 看来偶像也是要亲自上厕所的呀 即使是这样 就算是她褪去了偶像的光环 依然很吸引我 如果连骂骂咧咧的提着裤子找纸巾 都能被归类于可爱的话 那你就麻烦大了 走啦 要去哪儿 带大饼感受一下贵族的猫生 上车 顺路送你 你去哪儿啊 洗车 你不是前天刚洗过吗 上车 把安全带系上 别乱跑 一会儿来见你 别乱跑 嗯